Hello 大家好 我是海西 我现在特别的兴奋 因为这一期影片是我频道全新系列 东京随机之旅的第一期 有朋友可能注意到 我YouTube频道图片的这边写了一句话叫做 我去哪里由你决定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会从每一期最新影片的留言追踪者中抽取一位 然后用这一位的ID再去随机抽取东京的一个车站 独自前往探索这个车站的周边 以及一些不为人知的温暖人心的小店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第一次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吧 OK 那么现在我又来到了我的频道 我首先复制这个视频链接 我这边用的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YouTube留言抽奖的功能 发取留言 总共有四则留言 不错不错 我作为第一期来说 好 那么我这边就会勾选有订阅我的频道的 然后我会选取一位新颖的定义者 那么我们就开始咯 留言数量不够 有四则诶 四则里都选不出一则吗 我再换一个留言抽奖之前 选第一个学一下 哦 这边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四条 OK 那么我就终于要开始抽奖啦 不知道会是谁呢 Aramis Aramis さん こんにちは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你的ID将会决定我随机这里的第一次的目的地 那么接下来呢 那我就会把这位中奖者的ID复制 然后来到另外一个我找到的 叫做 Random Eki Tokyo 239 它就是会用一个人的名字来随之判断 这个人适合去的车站 那么我就把Aramis さん 的名字放进来信仑する 这个名字我有经常见过 Akabane 搜索一下哈 OK 那么 还是东京随机之旅的第一次目的地 就终于决定啦 它就是 Akabane Iwabuchi 接下来我们就马上出发吧 怎么走呢 怎么走呢 我想去看一下这个河 所以说我们先从二三出去吧 终于到了 第一站目的地 因为现在来到了室外 而且人也不是特别的多灰 我就把口罩给摘了 我们去河岸边走走吧 来到这个河岸边了 这个夕阳西夏的感觉好棒哦 河对岸感觉也很棒呢 去河对岸看看吧 哇 这景色太壮美了吧 就这边景色真的很棒啊 让我忍不住想要坐下来休息一下 东京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就是如果每次都事先在网上调查规划的话啊 那么难免总是去到那些比较有名的 或者说是在网上没推荐的地方 然后我就想出了东京随之之旅 这样一个办法 来可以更加跟大家互动啊 同时让大家帮我选出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发现东京更多魅力的方法 现在呢是下午的大概三四点钟 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 就一直还没有吃东西呢 不用担心 这是我自己刻意选择的经济新钻石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打算回到车站附近 然后去探索那边 看有没有像孤独的美食家里面一样 会有的那种温暖人亲的小店吧 我刚刚从河堤那边走过来 我都没有看地图 因为在日本呢 你只要就是跟着人流走 就是人多的地方走的话 那就是车站 因为大家都往那边走 所以说我想那边应该就是车站啦 哇 看这一个招牌 它叫做琉璃庵 然后寺咖啡 是寺庙里面的咖啡耶 感觉很有意思耶 要不我们去看一下吧 是这里吗 对 我感觉就是这里耶 但是这边要怎么进去啊 啊 发生它就在刚刚 现在可能刚刚四点过两分 过三分的样子 正好就刚刚关门了 那由于他们家已经关门了 我就继续去找下一家啦 这边是一条赤羽中央街 去这里面看看 有一家卖お菓子零食的店子 感觉是很久之前就有的呢 哦 这边有已经开始亮灯笼的店了 但是给我的指定就是这绝对是那种喝酒的地方 看嘛到处都是在喝酒的呀 这边全都是酒厂就是喝酒的人会来的地方 这边全都是酒厂就是喝酒的人会来的地方 这边 感觉不错哦 要不然我去这里问一下好了 好像还没有开始他们讲 我又回到了一开始有很多果吃的这一边 因为刚刚那边它其实是已经接近那个JR的赤羽站了 感觉那边全都是给喜欢喝酒的人了 店子 真的不是我的风格 找到一家店 这边是六点才开始 它现在是准备钟 感觉是可以边听音乐边吃饭的地方呢 可惜也没开门 然而又是准备钟 到这里为止 我已经走了很久的路 再加上当时风非常的大 真的很冷 我三思过后就决定回家了 然后回家之后呢 我就做了关东煮的视频 想要决定我下一支影片的目的地吗 参与方式非常简单 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在这支影片下方留言 在下一支影片进行拍摄的时候 我就会从留言者中随机抽取一位 来决定我的目的地哦 喜欢我今天这个视频的话呢 请记得一定给我点上一个赞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们呢 请记得一定关注我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内容啦 那么我们就很快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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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